传说中带着半步刑法的男人终于来了,副身形强势上线了,阳光之下空降来袭,彭冠英饰演的副身形真的是太吓人了,演绎的那种变态的角色,刚开始的时候就成为观众们的行李阴影,甚至直接被网友们缝神了。 《阳光之下》原名是《掌中之物》,是改编自统名小说,这部剧自从打算开拍的时候就受到很大的关注,不少文友们都吐藏自己,从掌中女孩等到阳光奶奶,甚至要等到月亮祖宗才能等到开播,结果就在人们都意想不当的时候,猝不及防的开播,让不少苦苦等待的人都原地暴战了,只不过确实进行了不小的改编,为了过剩编辑大大也是辛苦了。 在这个剧中,《婚销生》也就是副身形,而他另一个沈志杰的名字也改名孙世杰,剧中这个人物的设定就是狠代感的,明明白白就是一个彻头彻尾,其都洗不白的反派,做出来的事情就没有是一件好事情的,甚至直接被原住本总及说,副身形就是将大半本的刑法案件都触犯了,即使他长得再帅还是霸道总裁,也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, 这时冠军人应有的坚持,就算是会被副身形的颜值吸引,还有明面上那种彬彬有礼的气质勾走,也没有办法在副身形面前,说只要反派长的帅三关跟着五关走,因为他实在是太病态了,可能一个不说,自己的兄弟都杀。 第一集遇见女主柯颖的时候就直接虐探了,更是在后面的激情中,做出无数个可怕的事情,让观众们都想分分钟替柯颖报警,尤其是第一集中,柯颖遇见身世节的明场面,算是被高度还原。 激情节就是很快也很到位的,尤其是最后深世节的眼神,让人更是不寒而栗,将一个恶贯满盈的杀人犯演绎得淋漓尽致,并且那种大哥大的气势也是很到位的,就是这一个平淡又十分犀利的眼神,成功成为一个心理阴影,留在观众的心中。 不过这一部剧能够刚开播,就受到这么多观众的喜爱,更重要的是,在有限的条件下,还原原著中的角色设定和剧情发展,尤其是柯颖的坚强引刃,以及对冯销生没有丝毫的爱,一直都是坚持自我,不被罪恶同化,于是在原著中,才能最终摆脱不顺行扭曲的爱。 所以在塑造人设的时候,科研智商在线不是傻傻的角色,封销生更是被刻画的像是书中走出来的一样,很优秀,值得一看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点赞关注一条龙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